消息指出 我国医护人员因为不满 公共卫生体系的工作繁重 工资过低等等问题 酝酿发动一轮无预警罢工 对此卫生部长扎丽哈 呼吁医护人员保持冷静 认为罢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并邀请他们面谈商讨解决方案 扎丽哈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指出 他本身也是一名医生 完全能够理解医护人员的处境 他承诺会解决问题 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他呼吁有意参与罢工行动的医护人员 成熟理性思考 也欢迎他们联系他本人或官员 一起解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